我印象当中我从来没有 仰视过任何人 除了她 霍志远 我越是跟她接触 越能感受到她身上 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什么气质啊 与众不同 清高 可是不冷漠 贵族气质啊 算是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有在遇到她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 就会挨扳个头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霍志远不找你 我替你找她 信仪啊 我马晓倩今天能坐在这里 心平气和地跟你说我跟她的过去 我心里真的已经把她放下了 马晓倩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知道吗 我不希望你有一天会后悔 我肯定不会后悔 放心 怎么可能 好 好了 不许这样了 她回来了 去开门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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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把定位发给王子了 他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陈佑 好好聊 你来找我 就不得这样沉默地 坐下去吗 你要结婚了 是 为什么这么突然啊 突然吗 我在王子和心仪的订婚宴上 我已经问过你了 我问你会不会后悔的 你说你不会 所以你是在赌气 算吧 我这辈子在你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我只是那天晚上突然清醒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 十几年了吧 或者我 太快了 一个女人永远活在等待里的滋味 你是体会不到的 所以你就草率地决定你的婚姻了 我嫁给了一个愿意满足我所有要求的男人 叫草率吗 他或许没有你高贵的精神追求 可这却让我感到我比踏实了 可这却让我感到我比踏实了 我觉得我跟我未来的先生很般配 小剑 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很害怕 我害怕你拿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来跟我赌气 对不起啊 困扰你了 如果是在过去 如果是在过去 我可能会跟你说 我马小倩是在赌气 可是今天我不会 你解脱了 我真的不会再缠着你了 我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 是不分对与错的 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选择 我们都是要经历的 但是婚姻不一样 一旦你选择了婚姻 如果这个婚姻是错误的 那将会是两个人 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悲剧 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 我很忙的 我还要筹备婚礼 如果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当此为止 能给我一张情节吗 你就是要换好 我还能不能不相信 我的天哪 霍志远 如果你真心希望我妈小倩幸福 你就从这一刻 是 从我的时间消失了 老婆 这礼宾是做什么呢 这老斯兰丝宾利好几辆 奔驰包抹鸭队 跟开车展的一样 咱俩真的不进去看看 看什么 看主播节亲口仙女啊 看老货啊 我是真不忍心看 你要是想看你进去 我就忍心了 那里边的画面得多惨烈啊 老货也是 干嘛非得抢了我的勤俭往里冲 他要是控制不住 在里面闹事怎么办 能怎么办 停着点 有动静在进去 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里 我代表两位新人 对各位来宾的到来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那么此刻 已经到了本次婚礼最重要的时刻 两位新人也将对彼此 许下这一生中最珍贵的誓词 李斌先生 你是否愿意 以温柔耐心来照顾你的妻子 敬爱她 唯独与她居住 要尊重她的家庭 为你的家庭 尽你做妻子的本分到终身 不再和其他人发生感情 并且对她保持真减吗 我愿意 马小倩小姐 你是否愿意 以温柔端庄 来顺服这个男人 敬爱她 帮助她 唯独与她居住 要尊重她的家庭 尽你做妻子的本分到终身 并且对她保持真减 我愿意 一句简单的我愿意 说出了她们心中深深的爱意 那么今天她们的好朋友 也将化作爱的使者 为她们送上爱的信物 来吧 有请 我愿意 我愿意 来吧 朋友们 让我们听一听 来吧 朋友们 让我们听一听 她们内心中的新生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 让你幸福一辈子 此刻的新郎已经表态了 那么新娘 你的呢 人们都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非要说婚姻是坟墓 那也是之前一切错爱的坟墓 因为我的爱情 才刚刚开始 这一刻 我们都将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那些人 那些事 终究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抹去 可也注定会被忘记的过去 因为此刻 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真正的爱人 我的人生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看着老霍这样我是真担心哪 你说不会旧病复发吧 药给他买了吗 我买了五个疗程了 因为这次打击实在太大了 心病是最难治的 我跟你说 老霍要是回心转意的 马小千架到天海角 我都不想追回你 我跟你一块儿去 德在 正好 走吧 去哪儿了 老霍 你有没有不舒服 要不要吃点药啊 哪儿那么多废话 带你们去见一个人 走吧 好 你好 你好 学长 你好 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就是野豪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 你知不知道他对我们有据有多重要 我们现在有用户有资金 就缺少一个核心的技术人员 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影响 辅助实施 我知道他重要 重要到让咱哥儿仨来亲自见他 人呢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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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跟我说他已经到了 对 给他去个电话吧 好 不接我电话 好 再给他打一个 不接一下吗 接不接 要看待会儿谈得如何 那你可以直接关机了 我提供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 就像这专车一样 连司机师傅都是西装革履 我一定不会怠慢你的 学长 您派神州专车来接我 不会就是为了避开他们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麻烦您送我回去 我看中的不是待遇 那我就更不能放你走了 这就是我最看中你的地方 你好 你要的东西 只有我能给你 要不我们再回酒店看吧 要不我们再回酒店看吧 他们已经说过了 你好已经退房了 你好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你的意思是 像他这样的高尖技术人员 我们的对手公司不可能 视而不见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我找你们公司的负责人 没有打扰到三位开会吧 长老豪 这里不欢迎你 别活走 我是代表中顺极端 特意来祝贺三位的 三位 一定要好好地经营这家新公司 我和你说啊 你别黄土狗给击败联博好起来 那你们也得撑得到年关 拜托了 好好经营这家公司 别不给我亲手 打败你们的机会 你听说过 人心不足蛇吞象吗 谁是蛇 谁是象 可不要搞混了 有些人就看得很清楚 所谓 良勤则墨而期 良辰则君而逝 是 我已经到这儿了 有什么想说的 你就跟他们说吧 霍总 很抱歉 张傲这边 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我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来大展拳脚 再次跟你们说一声 抱歉 好 好 这次只不过是小事牛刀 下次可就是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不就是引号吗 那做技术的有都是 再找几个技术人员就行了 现在的引号 已经不是当年打游戏的引号了 我在上海跟他接触过后发现 他拥有的网络技术 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我们用更高的待遇把它挖回来 就行了 他要的不是待遇 他要的是一个 可以尽情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 说实在的 就这一点 我们实在很难跟张傲竞争 要不然使着打一打人情牌 打什么人情牌 你们大学还有一个宿舍呢 不照样让那个张傲敲走吧 我说这事啊 最后还得看你 老贺 这样 你多看点书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能不能顶半个远号室 我使你还差不多 这个 这个 太贵了这个 我们是单位用的 反正不过是 如果是办公用的话 我推荐您用这块 这块是双闲开 这块是存那个 我们这儿销上最好的 这内存多大 内存四个G的 行 再看看吧 可以 太有点小 有点 小 有点 小 季生 你有点老吗 你是自己用还是办公用啊 要是办公用的话 我推荐您用这款 这款是双闲卡 玩游戏的时候是独立闲卡 处理文件有集成闲卡 你别过来试一下 这是我这儿销到最好的 你不记得我 先生 你认错人了吧 我恭喜 晓雯 你相信我 我真的会改 晓雯 你 你放手 你跟你的电脑谈恋爱去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爱喝什么 我就随便点了两杯 一杯是黑咖啡 一杯是拿铁 来 你喝拿铁 你找我就是为了 请我喝咖啡吗 我是有事儿求我 求我 对 什么事儿 你能不能把你在电子城的工作辞了 来我这儿上班 你放心啊 待遇封口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想让我做什么 不是 你放松一点 我不会让你干违法乱记的事儿的 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 欠你这么大人情啊 对 人情不能随便欠啊 欠了不好还 那你还找我干什么 其实呢 我是想替你还一份人情 我不欠谁的情 那就是这个人欠你的情 欠你一份爱 来 那你看一下这份聘务合同网络满意 有没有要修改的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这份工作 就凭这工资吗 我不是在那物质收买你 如果你愿意签 说明你和她之前还有情分 如果你不愿意签 我会对她是谎是说的 她在哪儿 吴总 她在哪儿 回来了 来新酒了啊 好 你能试一种 还是小心醒得就好喝啊 对了 今天我们的客户里边 好像有一个是你们南大的 好像跟你们是一介 没准你还认识 男大人多了 我哪能都认识啊 他说是什么 文艺委员 是叫霍志远吗 叫 叫 叫什么 张敖 霍志远是谁啊 他们一届的 你跟张敖认识吗 他人品怎么样啊 人品不怎么样 能力吗 还可以吧 多亏问你一下 下面有个项目 要跟他合作 所以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的话 我看他还是算了吧 你的事自己决定吧 无间不伤嘛 做生意嘛 都想要人品好的对不对 还好我们有很多的备选 这两天呢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去看一看 早了解 早不迟 你的事啊 我可不想掺和 好 你想怎么着都行 千金大小姐 你不去啊 我去 鹏城 这次大了 有趣伪业 我看看 小冬啊 都帮帮我啊 我去洗澡 哎呀 我去洗澡 请进 鹏总 这是几家我们想合作公司的 基本资料 另外有家叫大药商贸 公司的负责人 想找咱们聊合作 约了什么时候 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了 好 大有商贸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我丈夫希望能够找到一家 有实力的电商合作 以此来寻找新的影运增长点 霍总 不好意思 如果有据完全符合大有的要求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考察 其他的合作对象了 毕竟老相识了 合作起来也会更加顺畅 是吧 老同学 有关合作的事情 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你好吗 你觉得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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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 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 整理成文字 我脑子没那么好使啊 记不住这些 回头发我邮箱里 我让我先生再看一眼 好 小倩 之后有据跟大有的合作 是不是都有你全权负责 目前为止 我先生就是这么安排的 那会不会有 有不方便的地方 有什么不方便 我跟你一起工作 有问题吗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那就麻烦些你姐姐了 多在李先生面前 帮我们美言几句 废话真多 知道了 慢走啊 老霍啊 不是我说你啊 这以后啊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不问 今时不同往日 人家是有家事的 废话真多 知道了 我这不是苦口婆心梦 有据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一天了解的信息 倒是蛮丰富的嘛 谈得还算顺利吧 是太顺利了 巧了 刚好有据的三个创始人 都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还没打得跟你说的 我也不希望 你会觉得我们是因为是同学的关系 才谈得这么顺 你看你多想的 我怎么能怀疑你呢 你是我妻子 我怀疑你就等于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 对了 你说的那个三个人装 有昨天你说那个护制远吧 他们从业务上和专业角度上 想来说 你感觉和谁合作会更好 我现在下不了这个结论 我需要洗手间 我来琢磨琢磨 你还好吗 你觉得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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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说 是几天 你会担心的 要我帮你了 找个人 所以яч私钉 你都要帮我用 与侯这个人 都要帮你了 怎么逃 都没逃出你的发眼 服务员 来这碗碗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 完全没有心思吃饱了 你看我都会瘦了 我来的就是想 真诚问问 为什么 大友跟中税本台谈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就要搁置我们的合作意义 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我正好非常愿意 来 介绍一下 中税的张总 我夫人 马小倩 可能我多此一举啊 你们是大学校友吧 马小倩 好久不见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小倩真的 跟大学的时候一样漂亮 一样美 还是那么高高在上的 什么都没变 对 也包括对某些人的看法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坐坐坐坐 不必了 打扰二位用餐了 罗同学 我会见 这儿 不许多了 文房子 还有一天 我没看见 都不想',你 我看见 宣试,你都不许多了 好像我看见了 是,我看见爱了 你才能说 你又想问你 好,你 你呢,你不许多了 我看见了 你说呀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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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看个电视剧就那么难吗 这俩孙子还没死 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什么问题啊 好困难 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为什么男人要等到失去了之后 才知道后悔 发什么神经啊 这么难的问题 哪是一句话冷句话能说得懂 你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 你干吗 我干吗 你回答我的问题 这么跟你说吧 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它涉及到人类学 社会学 生理学 心理学 这样吧 我给你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霍之远同学 老霍 她现在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况 你是说 老霍她后悔了 用老霍的话来说 她就是感觉心里面空空的 那不就是后悔了吗 那也不能算是后悔 也就是惆怅一下而已 要我说老霍她就是傻 马小倩多好呀 非要盯着什么心情 爱情这东西本来就是没道理的吧 我也说不明白 你跟人叫什么劲呢 走了走了 睡觉了 睡觉了 是呀 心情对古东情的感情 它就是没有道理的 简直是没有天理 你有完没完 你去上床 把被子工作完了 怎么了 爸 李斌是谁 哪 哪个李斌大哥 还有哪个李斌 跟咱们洽谈合作大有的老总 对 我们合作伙伴我们的 霍志远是谁 对 可你竟懂霍志远是谁 你不知道 大学同学呀 跟 也 也是我们对手 竞争对手我们的 对 那马小倩是谁 马小倩也是我们大学同学 可你怎么了你 我问的是 马小倩是谁 马小倩前段时间 刚结婚 她老公叫李斌 对 可我俩没去吧 真没去我俩哥 真没去 这不熟我 真没去 我也没去 是 咱那么忙 你这去了还得随分子 想去那儿干嘛 行 对 对 我再问最后一次 马小倩是谁 马小倩是霍志远的初恋情人 马小倩跟李斌是夫妻关系 现在代表大友跟有据洽谈的人 不是李斌是马小倩 那怎么了 这老公永远干不过情人 何况是初恋情人 咱终生不就完蛋了吗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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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所有有关合作伙伴的信息 我必须第一时间知道 行 放心 莫哥 这次我俩没动脑子 别 千万别动脑子 因为你们俩 压根就没脑子 是 出去 出去 走 告诉王子和谷东青 这事不用太着急了 大友已经把跟你们合作的事情 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谢谢 对了 昨天我跟我老公吃饭的时候 张偶也来了 张偶 还是那部讨人厌的嘴脸 张偶找李斌 找李斌做什么 跟你们一样啊 请我老公办事啊 走了 可以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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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又要追加投资啊 中顺现在咄咄逼人 宣传力度很大 我们必须要有所反应 不仅是在互联网上 我认为还需要在电视 报纸 杂志 户外等等线下媒体 都打上广告 你不觉得太接近了吗 宋总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在网络的电商世界里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成本 时间一旦落后了 我们很有可能就被颠覆了 说得好 咱们的对手可是张敖 如果不反击的话 到时候死的是咱们 那咱们也得讲究点策略吧 老谷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策略可以讲 电商竞争里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烧钱 到最后大家拼的就是自己 行 那么咱们就说点实在的 怎么能劝投资方 给我们投这么大笔钱 好 我会尽快安排你们跟投资人见面 那能不能拿到投资 那就看你们 资总啊 今天你自己干球打得很有水平啊 这要是啊 好久没打出这么有水就能手了 好 拿去 周总 夏总 之前跟你们提供的方案 这有钱人真有意思啊 一个破球打来打去的 周总 夏总 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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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二位老子介绍这个 好 好 周总 夏总 在这个时代呢 拼广告投放量这种看似野蛮的方法 其实才是最行之有效的 要是敢砸钱啊 什么事都是行之有效的 是啊 但投入和产出品 可这次另外也会刺 这您绝对不用担心 周总 夏总 那您二位对这次广告投入的意思是 请各位相信我 我们提出的观点 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我们是搞投资 不是做资产 你张口就有那么多的广告费用 我们怎么敢请你答应呢 好 好 好 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啊 开心打球 周总 夏总你们在这儿别逗啊 我帮你们把球捡回来了 老虎 干得漂亮 好 老虎 你下次有什么不懂你问我 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你去把这球给捡回来 算怎么回事 那人打水里去 你也给捞出来 好了 你就别再说老虎了 老师告诉你们 这高尔夫我也不懂 你看 谢谢老虎 不过我再怎么不懂 我是不会去捡球的 行啊 以后谁再跟我踢高尔夫 我跟谁急啊 好 好 不提了 老虎 说点正经的 我说正经的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我们该怎么打广告 那 两天以后呢 会有一个新媒体招标会 三个月前 我就把标书递上去了 如果能中标 这价值相当于 我们打了几千万的广告 你有把握中标吗 没有 你怎么这么可爱呢 你没把握中标我们去什么 看别人中标啊 那万一呢 听我说 这不管中不中标 我们都应该要去 新媒体招标会 去的肯定有很多媒体 跟圈内的同行 这是一个曝光的好机会 我们就当去交棚令 同意 同意 主人 主人 我们就是把互联网 啃出一片天的三只松鼠 以宠爱之名 为主人带来健康快乐的 三只松鼠 这是我们的名片 记得要来投食我们哦 美女啊 你们这一天 能收到多少钱啊 服 这是我们的 来 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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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再见 我爱你 我爱你 像中注定的逃不了 我爱你 像春风拂离了青草 我爱你 像流年似水奔不停的奔鱼 像春风拂 还能有什么 比爱你还更重要 大雨磅礴的夜晚 雨水为你再歌唱 注定你这关我过不了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瓶 优优独播剧场——瓶 匿